公平的爱 绝不将就 就为什么你可以看别人 然后不让我展现出我的自信 所以在面对这点事情的时候呢 是绝对会展现自信 绝不轻易将就 是的 所以呢我们要选择美丽不将就的雷戴斯 来成就一个完美的女人 好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除了有小露性感个性的一面 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另外一段的微电影 让我们一起来看 大家聊一下哦 在微电影当中是扮演 渴望家庭生活 那在现实生活中 是否渴望何时会有家庭生活呢 嗯 还不及了这一块 是 那如果另外一半啊 是工作狂 而且像我们微电影当中 是一个精打细算 而且非常实际的个性 在现实生活中 是否也会讲究呢 其实我觉得 一段感情是互相尊重 很重要 精打细算也没有不好 只是当你能够仔细地看出你的一些小细节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像好的男人就像好的Bride一样 他能够懂你的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小表情 所以他能够很支持你 然后能够做很多的沟通 就像刚刚最后影片里面讲的 适不适合只有自己最知道 是的 适不适合只有自己最知道 所以那我们也邀请现场的所有朋友 所有的女性朋友 一起来到我们的雷戴斯 来体验一个美丽不讲究 那接下来呢 用的是年度代言人的活动 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品牌经理 Ariel上台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特别的定制礼物 要送给我们2017雷戴斯年度代言人 容轩 掌声欢迎Ariel 耶 好 大家好 我是雷戴斯的品牌经理 然后我们今年非常的开心 请到容轩来担任雷戴斯的品牌代言人 因为我个人超级喜欢他 是 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气质 然后跟雷戴斯的品牌精神很优雅 又会洁又甜美 完全是一个样子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 雷戴斯有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 想要送给容轩 然后它是结合 雷戴斯我们的专利 简压极星的设计 还有我们在极星的部分 有特别缝制了 有容轩的英文名字的 极星的那个饰品在上面 所以呢 全台湾就只有这么一件 哇 好棒喔 非常具有意义 那我们是希望容轩 可以感受到我们 雷戴斯一直以来 在内衣上面我们的一针一线的细心跟用心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为女人在美丽不将就上面 来一起做努力这样子 好的 那我们也一起我们现场的人员来把我们的礼物 还有用Ariel和容轩一起看一下前面的镜头 上升着把容轩放在雷戴斯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用这个定型之物成为雷戴斯的品牌大使代言人 看一下前面中间的镜头 好 我们看一下左边 左边的镜头 我们看一下左边 左边 右边 好的 谢谢 我们也谢谢Ariel 谢谢 谢谢 我请Ariel先回座休息 好的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的那个定制的领悟了 那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柔轩 在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一次的星庭有什么感想要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身为代言柔轩 是想先看到星庭 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像今年春夏系列 靠过来的系列非常的舒服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相信大家都了解到 柔轩的美丽不将这种坚持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邀请现场的朋友可以到我们雷戴斯的柜位 来了解一下我们雷戴斯的设计美感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进行我们的媒体联房 那我们也请现场 161月2号 2号 2号 3号 3号 中 ether 4号 5号 8号 4号 5号 5号 4号 5号 5号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